好,我繼續討論台灣問題,這是疫情問題,越來越嚴重 這張照片是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柯文哲說台灣的疫情已經在社區散開了,毫無疑問 很擔心高峰期還未到,幾乎可以告訴大家高峰期還未到 之前那幾個月,台灣根本都不做檢測 現在開始爆發,開始大範圍做檢測,案例就彷彷聲出來 大家重溫,11號至16號有多少案例呢? 確診,即是台灣,那六日分別是7宗,16宗,13宗,29宗 然後到15號大件事,180宗 16號重大件事,207宗 過去兩天,一天是180宗,一天是207宗 207宗當中,206宗是本土的,只有一宗是境外輸入 你可見,在本土的疫情是多麼嚴重 分佈來說 台北市,直到15號為止 台北市有97宗 新北市89宗 其他張法縣9宗,宜蘭,新竹養3宗 桃園市,基隆市各2宗,台中1宗 總體來說,疫情比較嚴重 就是在台北和新北 還有很多群組爆發的,有些叫茶藝館群組 105宗 宜蘭的遊藝館有3宗 漫華活動史,歷史的史,相關有44宗 很多群組不斷爆發 另外有一宗是印度20歲的女子輸入 其實是5月8日入境 乘搭機前3天,檢測是陰性,台灣沒有徵狀 但是終於是之後15號就確診了 台灣 暫時累計來說,確診大概是 最新應該是1890宗左右 大概,直至昨天 1000,大概是 境外移入了1080 本土已經增加到 7、8、50多宗 也很多 我想講一個資料給大家參考 去年應該在3月,4月的時候 印度 信心滿滿 因為他不太受疫情的打擊 當時 莫迪說話的時候 印度只有76宗的確診 但是一旦失控的話 現在的數字給大家知道是超過2300萬 確診 每天的確診人數是30多萬 當時印度也是優等生 我不是說 危言聳定 只不過這個數字給大家參考 其實這個生活病台很可怕 是呀 而且在擔心 這個台灣 傳播的病毒 暫時來說應該不是印度病毒 但是很有機會可能英國的變種病毒 已經開始傳開 甚至南非 所以 希望 有些網民說 今天的 印度 就是將來的台灣寫照 會不會呢 我個人覺得 又未必那麼差 我覺得台灣的公共衛生 比印度好很多 衛生就相當之好很多 水平好很多 意識好很多 不過 政治 和治理能力 其實和印度一脈相承 因為這個 真的不是太優良的 民主體制 因為為了選票 為了政治 他們做很多事 基本上是反科學的 印度 你說了很多 很清楚 台灣 陳時中 你也說過 都挺得人害怕 得人害怕的 再給一些 台灣的情況 大家看看 現在 其實 新北市 台北市是三級 現在 三級 其實三級是甚麼來的呢 三級警戒 全國休閒的娛樂場所關閉 全國休閒的娛樂場所關閉 全國的社團停止交接活動 大致上就是這些 然後 有些網民就說 這次台灣這個事件 為甚麼會傳開呢 有些人就說 立委 范雲 這位女士需要負責 為甚麼需要負責呢 原來 在4月的時候 他們曾經開會 當時這個立委 爭取 由5加9 變成3加11 5加9是甚麼呢 5日的居家 檢疫 5日採檢陰性 再自主健康管理9天 5加9 對於 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 檢疫的措施 5加9 他就說 放寬就可以了 他們很大壓力 不用5加9 那是3加11 甚麼是3加11 就是居家檢疫3日就搞定了 3日就 採檢陰性 然後再自主健康管理11天 即是 3日 連續陰性 就可以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又不是 不准他出街 叫他自己小心 好了 好了 機組人員 他就說機組人員 身心狀況 是 瀕臨崩潰 當時的泛雲 女士說 他就說 這個會影響到 不是健康問題 是 飛機 安全的問題 所以 找到民航局 集管局 一起討論 放寬到3加11 終於 最近爆發華航群組 和 No Hotel 酒店群組 酒店群組 都是機組人員有關 所以 網民 馬上去泛雲 自己的免書 洗版 留言 就說 沒有你 就沒有今天的 180和206的案例 全台灣都被你累死 謝謝你 謝謝你守護台灣人民的健康 多謝你的優良的建議 五加九變成三加十一 我再插一句 不好意思 5月3日 英國學者 Martin Jax 在推特裏 評論印度 可能 很應徑 印度新冠大陸 是一場悲劇 是自現了印度的 治理能力 體現了印度的自滿 暴能 和傲慢 我想 這位立委 或者整個台灣政府 一開始就說 拒絕了中國疫苗等等 就說自己的自滿是優等生 等等這個情況 其實真的很有印度 這個影子 不過不用怕 剛才我也分析過 如果剛才有什麼問題的話 大陸 祖國 我們的祖國 一定會跟你們 心連心 甚至是會 輸入這個物資 不會的 我相信一定不會 絕對不會的 現在中國針對的 或者我們 看到台灣的不好處 都是民進黨搞出來的 是不是 不是一般市民 台灣已經沒有牌打了 在外國來說 我希望台灣的疫情 希望可以快點控制到 如果真的需要幫忙 不要 不要害羞 不要厚著臉皮 真的要 都要向中國疫苗 進入手 因為現在 他進了30萬劑 雅斯利康 別人都不要 打了10萬劑 還有20萬劑 說真的 都不知道打不打好 因為那是第一針 你打完第一針 那你有沒有第二針呢 還有 證明雅斯利康的 副作用是比較多的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看 台灣故事嗎 不說台灣了 說這個是 印度 這個是恆河河邊 剷泥車還在剷什麼呢 你看到這裡是剷屍體的 基本上就是近日 在印度的恆河發生一些慘事 過去一個星期有2000具浮屍 在恆河裡被人撈了上來 撈了上來之後 馬上就在附近的地方埋葬了 又或者立即運去鎖火化 發生什麼事呢 恆河 一些比較流域附近 一些比較群共的地方 一個叫比哈爾邦 和北方邦 這兩個邦基本上比較貧窮 和 沿途恆河的流域 有人口大概2.4億左右 即2億多人 現在說真的印度每天死亡4000多人 幾大部分 在這些貧窮地方出來 都是死不少人 告訴你官方公佈數字 死亡4000人 真正死亡可能更多 這些窮的邦 沒有錢去火化親人的遺體 因為火化 火葬牆的話 大概要28元美金 沒有錢 沒有錢怎麼做呢 就行了 不要緊 反正 把屍體丟到恆河 是一個神聖的壯禮 所以有些窮的邦就把2000具屍體 發現了2000具屍體 可能真正數字更加多 2000具屍體丟到恆河 在過去一個星期 那就不行了 屍體浮上來 大家也知道 新冠肺炎病毒死亡 隨時全身都是病毒 屍體丟到河 河水就污染了 雖然不知道病毒在河水可不可以生存 不知道 但是整個屍體在這裏 屍體 屍體本身肯定還有新冠肺炎病毒 如果真的因為疫症而死 就不行了 印度政府立即說 你不要再丟屍體 我津貼你每人 64元美金 真的有家人 因為新冠病毒 麻煩你拿去火化 或者拿去撞 這些就是 近日印度的一些慘事 這條就是 恆河 印度人 去祈禱也是他 洗澡也是他 大小異變 另外喝水也是他 這條就是恆河 你有沒有辦法 現在丟屍體 你有沒有辦法 不大件事 所以真的挺擔心的 說真的印度 這個疫情 可能還會死很多人 相對來說台灣有很多 Thomas 不用那麼擔心 我覺得台灣 台灣人民 其實很多都根本 最重要就是 生活安定 我認識很多台灣朋友 基本上都是 很想來香港打工 因為香港工資高 亦都很想去大陸打工 或者去設廠 因為那邊才有發展 事實上也有很多台灣人 根本很多工廠在大陸 是不是 根本很多人都不想 都不想打 都不想 不會想台獨這件事 最重要就是 如果中國過來 台灣 統一 都沒有壞 反正現在台灣人 有這麼多人在大陸 做生意 賺錢 是不是 都不知道多開心 好